小伙在猪圈借宿一晚 不料被80岁老太太看上 老太缓慢凑近小伙 并含情默默地盯着她看 小伙非常不乐意 还不懂得怜香惜玉的起身 并指责老太婆休想赖蛤蟆吃天鹅肉 但老太动作非常快 眨眼间就来到了小伙身后 邪妹一笑后 一步一步地逼近小伙 小伙害怕极了 生怕下一秒就失了身 小伙想要逃离 只不过老太速度比她快 瞬间拦住了小伙退路 只见老太伸出小手 直接摸向小伙帅气的脸蛋 并将她缓缓按在地上 一旁的八戒以为有戏看时 突然传来一声马叫 老太瞬间骑在了小伙头上 小伙双腿不听使欢 背着老太就离开了小屋 小路上老太拿着扫帚抽打小伙 他们经过沼泽时 小伙双腿突然离地渐渐地飞上了天 小伙这才意识到 原来老太是个巫婆 他们越过云层飞过大海 终于老太的法力不足 两人直接掉到了地上 小伙见老太摔成重伤 于是趁机用棍棒对老太下杀手 很快老太就被打得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小伙突然听见了少女声音 原来老太被打回了原形 变成了一名妙龄少女 少女请求小伙救救她 自己对她没有恶意 但此时小伙被吓傻了 已经顾不得救人 回头就是跑 经过几天几夜的路程 小伙回到了教堂 回来后她郁闷了好几天 每天都害怕少女找她报仇 这天神父突然找到小伙 希望她去给村长家女儿做祷告 但小伙平常很懒散 根本不想接这趟活 希望神父另找他人 但此时神父却说村长指名一定要他 并拿出了一千两白银做定金 试成之后还有一千两黄金答谢 小伙看在黄金的面上高兴地前往 来到地点后 小伙后悔了 原来他超度的对象 竟然是他杀死的妙龄少女 八十岁老太看上二十岁的小伙 老太带他游山玩水一番后 法力尽失的他 却被小伙趁机鞭打了几千下 也因此被打回了原形 临死前少女嘱托村长父亲 希望临死前能请到名叫阿伟的神父给他超度 很快阿伟被村长重金请来 阿伟发现村长的女儿 正是被他鞭打几千下的少女 阿伟心虚了 猜想到少女的死一定与他有关 于是打起来退堂鼓 谎称自己还是学徒 经常与寡妇私会 让他超度少女 一定会玷污少女灵魂的 但村长直接不听他鬼扯 直言这是他女儿临终前的遗言 如果阿伟试图逃跑 就要被抽筋包皮 阿伟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留下来 晚上七点的时候 村长手下将阿伟送到灵堂 并将大门反锁 阿伟一进来 就遇见了几只大老鼠 阿伟被吓得一哆嗦 但随后就冷静下来 他围绕着少女棺材转圈 心中默念不要害怕 少女只不过是一个死人而已 没必要害怕 但就在此时 少女脸颊上突然流出了血泪 阿伟更害怕了 他不断地后退 心虚地说可能自己酒喝多了 但从表情可以看出 他内心是十分害怕的 看着漆黑的屋子 他连忙拿起蜡烛 挨个点燃屋内的烛光 做完一切后 阿伟开始念诵经文 很快时间过去了大半 阿伟突然打喷嚏的瞬间 少女突然睁开双眼 并缓慢地从棺材中起身 阿伟惊呆了 这是什么操作 少女真的扎尸了 阿伟很害怕 祈求上帝劈死少女 并迅速在地上画一个保护圈 但少女刚刚醒来 似乎还看不见 碰撞了几次后 她好像撞到了一块玻璃 少女知道 杀死她的仇人 逐渐增加 很快她就看见了阿伟 但阿伟身处保护圈内 少女也无法靠近 这时大公鸡叫了 少女听见鸡叫后 抖动几下后 非常不甘地回到棺材之中 阿伟经历一晚的折腾 并向村长说明此事 但村长依然不听她胡扯 让阿伟必须守灵三天 否则就会让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阿伟没有办法 只能喝一杯二锅头 硬着头皮再次去往灵堂 这次阿伟准备充分 夜幕降临之时 少女的棺材突然飞起 少女驾驭棺材飞行报仇 看着飞天的少女 阿伟十分害怕 但是由于保护圈的作用 少女依然进不去 但这次的御棺飞行 让阿伟知道 少女的法力更加强大了 再让她多撞击几下 说不定保护圈就被撞破了 就在阿伟冷汗淋漓时 大公鸡又救了她一命 少女听见鸡叫后 同样地返回了棺材之中 经过一夜的折腾 阿伟黑发已经被吓白了 村长手下找到她时 阿伟已经失神了 将她扶出来后 阿伟突然挣脱两个村民 大喊给她上音乐 随着音乐的响起 阿伟跳起来鬼步舞 没一会儿 阿伟找到村长 要求村长让她回家 自己不仅会返回定金 还会加倍奉还 但村长根本不理睬她 直言如果度过今晚 再给她外加一千金币 如果逃跑的话 直接无马分尸 阿伟横竖都是死 于是趁着村长不注意 直接快速逃离 但她不认识路 都转一圈后 还是被村长抓住了 村长没有为难她 表示再给她一次机会 说完直接把她带回了灵堂 刚刚回到灵堂 少女就从棺木中走出 这次她的法力大增 已经能口吐人言了 并默念了几声诅咒 随后房屋内出现了几只鬼手 在少女的召唤下 不仅出现了骷髅 连猪八戒都召唤了上来 阿伟被吓惨了 她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 但召唤这些少女还不解恨 还召唤了最邪恶的邪灵 随着邪灵的上来 阿伟瞬间被所有怪物吞没 少女大愁地报后 所有的邪灵逐渐消失 至此本期全剧剧中 咱们下期再见 独播剧中